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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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王传军因爱情公寓观古神奇一角为人熟知 王传军 李莫汉公开恋情 王传军女友李莫汉个人资料背景 李莫汉 中国内地女演员 就读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 写本科 王传军李莫汉公开恋情 王传军女友李莫汉个人资料背景 2015年 青春亮相湖南未知一年级 大学季节目的录制 表现出众 2016年8月底 由北京京西文化旅游部分有限公司出品的美少女战队 在东莞虎门正式开机 李莫汉卫主演演员 2016年主演电影《古方惊魂》 饰演修远深夜食堂 食堂老板脸上为什么有刀疤 深夜食堂 黄磊食堂老板上是背景背疤 深夜食堂即将于6月12日登陆浙江卫视 每天19点30分播出 此次黄磊主厨掌烧中国版深夜食堂 演绎最温暖食堂老板 倾听世间百态 笑看不同人生 从曝光的剧照中可以看出 黄磊身着粗布蓝衣 围着白色毛巾choker 时尚又不是朴实 低调温暖与中国蓝的气质不谋而合 黑社会 小龙第一次去店里 打算收保护费的时候 店主的持刀方式 刀刃向上 藏入背后 深夜食堂食堂老板脸上为什么有刀疤 黄磊食堂老板声势背景 2015年的深夜食堂电影版里 老板有颈椎的毛病 手不太好了 容易发麻 拿不住东西 后来去医院看质好的 所以假这一下 老板当年金盆洗手的原因 很可能是已经无法持刀砍人了 黑帮特别是传统的黑手党 混到金盆洗手哪一天 一般有功劳的中层干部 没升到很高级别的 给组织里的待遇 就是开一家餐馆养老度过余生 很明显 店主属于此类 当然不是级别特别高的中层干部 只能是比较低级的中层干部 开一个仅仅谋生的店面 王传军女友是谁 王传军李莫汉公开恋情 李莫汉个人资料家庭背景 6月13日凌晨 王传军与李莫汉在微博分享两人 合照公开秀恩爱 承认恋情 王传军配文 请多多包汉 韩 意语双关 李莫汉曾参与录制一年级大学季 王传军因爱情公寓观古神奇一角为人熟知 王传军李莫汉公开恋情 王传军女友李莫汉个人资料背景 李莫汉 中国内地女演员 就读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 写本科 王传军李莫汉公开恋情 王传军女友李莫汉个人资料背景 2015年 青春亮相湖南未知一年级 大学季节目的录制 表现出众 2016年8月底 由北京京西文化旅游部分有限公司出品的美少女战队 在东莞虎门正式开机 李莫汉卫主演演员 2016年主演电影《古方惊魂》 饰演秀允 明月《古方惊魂》 曾宜本уб辣